真的是害人听闻 5月号下午上海普陀区一个福利院 请求相关机构将某老人的遗体拉走 结果 殡影馆的工作人员发现 老人的遗体居然在动 老人被抬下车之后 殡影馆的工作人员拉开了袋子的拉链 让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过来再次确认 身穿蓝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掀开了黄色的布袋 最立志说着 活的活的不要再盖住它了 而殡影馆的工作人员看上去有些生气 急忙转身走开了 之后 福利院的几名工作人员商量了一番后 来到门口 这才把老人重新推了回去 今天凌晨 记者向新长征福利院 及普陀居民证据了解到 确有此事 目前老人已经转运至医院救治 生命体征趋稳 普陀居民证据表示 迅速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福利院 在查清事实后将对相关责任 做出严肃处理并向社会及时公布 我们不禁要问 以该老人的死亡 到底有没有经过医学的确认 福利院有没有通知过老人的家属 这些都需要进行调查才有结论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福利院工作人员的态度是有问题的 他们在对老人的遗体进行装带的时候 难道老人身体就没有任何反应 为什么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就发现老人仍在动 如果不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即使发现老人恐怕就这样被死亡了吗 二公开资料显示 上海普陀区新厂政福利院在1983年11月成立 建筑面积3280平方米 总投资1000万元 由四层主楼和老年健身院组成 能够容纳100多位老人一养天年 服务价格在2000到3000元每月起 三这个事情真正恐怖的地方 恰恰是没人辟谣了 没有辟谣反而认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某些人根本没有觉得把活人送入殡仪馆 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老百姓想看到的辟谣 真的是外滩掌门攘草吗 是要坦然接受背后折射出来的对人命的无视 这是对利益的贪婪吗 四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老的一天 老人就像孩子一样需要细心的照顾和关爱 既然选择了从事福利院这份工作 就应当对每一位老人负责 养老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它是我们每个人的必经之路 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家里的老人 而养老院又是一个养老的趋势 这是一个行业需要好好思考 全社会助理它规范的大事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